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好就忙些演出的事很久没有来 三人行了 我寻思这里众心慧脆也没什么应该特别惦念我 结果上凤凰论坛一看 真的有人在找我 说那个长得跟假尼姑似的叫影子 他怎么最近不来了 所以我今天特别以一个报告的打扮 希望给大家新的全新的感觉 最近文道从香港来香港发生一起血案 对 这个血案本来天天有就不出奇 但他这个血案是什么回事 就是一个老公 他就买了个斧头回家 早有预谋 就把两个女儿砍死了 这两个女儿一个二十岁了 一个十几岁 跟着再把老婆也砍死 然后他老婆在临断气的时候 还打电话报警 就听到跟这个警察说 快来快来 就这么断了 然后警察一上门 这个老公浑身是血 光穿条内裤 很奇怪 光穿条内裤 神社有点 有点 有点荒了 迷失了 就跟警察指 都躺在里头的 一进去看 都死了 三条尸体 他老婆 他两个女儿 都给 女儿都砍死了 都砍死了 都砍死 而且他是有预谋到一个程度 他是这样 他先砍死两个女儿 再去砍老婆 为什么呢 他就是想增加这个恐惧感跟压力 给老婆 你看 你看 我女儿我都砍了 你怎么样 怎么样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想要怎么样 他他不想 他想分开 他想离婚 想离婚 那就离呗 离不了啊 为啥 香港现在 你我老惦记这个 就在香港住 住不起吗 对吧 对吧 你懂我意思吗 就在香港 你比如说 一个很小的房子 两夫妇 一起同名去买了一个房子 买了房子 那可能过了几年 感情不好了 要离婚了 但离不起啊 你比如说我要离婚 我这房子 我们大家一会卖了吗 卖了分一人一半 那以后大伙住哪呢 对不对 所以结果呢 他们两个就办了分居 办法律上的分居 但很可笑 就是现实上 他们还在同住 然后已经两个人关系恶劣到 就是这个老公啊 是不出不出房门的 在一进家 就往自己房间走进去 他为了避免看到他这个老婆跟女儿啊 他连洗手间都在这个房里头 已经够小了 那个房间还特别加盖了一个洗手间 这真是新离婚时代啊 对啊 我因为前两年我看一个报道 就是说关于跟名人离婚有多么难 就是说现在看来怎么 什么人 什么样的收入的阶层离婚度呢 前两年我看的这个报道是离婚官司 那个保罗麦卡特尼 你说 对对对 现在他老婆离婚 曾经是英国 现在是最有钱的人第二位 如果要离的话 要分出去两三个亿的英镑 打得好就是两三个英镑 要不然就全玩玩玩 离人离婚很难 想不到这个这个 穷人离婚 穷人离婚的话 你想想看 你要分家产 然后你 特别是在香港啊 这种房子特别贵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城市都会出现这问题 是吧 很多人都会开始离不起婚 就是因为房子 没错 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处境 我也听说过 明明离了婚 还得住在一套房子 这个事啊 很难办 有的人到最后就不离了 慢慢又睡到一个房里去了 你知道吗 他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怪事 所以说离婚呢 要慎重考虑 那么所以是不是大家也应该结婚的时候就要小心点了 小心 你说的这一般 你比如说老公杀老婆 打老婆 我跟你说 现在很多情况是老婆打老公 家庭暴力啊 你知道呢 在东北那边 吉林那边 就是有一个新闻嘛 这老婆挑断老公的绞金 不是 四条大金呢 就是咱们说的韧带 这有点技术啊 这点 我真不知道金掌 没说 拿带钩的弯刀 好家伙 送到医院 有点技术含量 但是这仍然是家庭暴力之罪 你知道这为什么吗 因为他老公常年打老婆 打老婆呀 打的这老婆 不单打老婆 打老婆的弟弟 打老婆的妹妹 结果老婆有一天实在不堪忍受 伙同弟弟 弟弟先拿一什么撬杠 光腿上来一下 打倒了 捆起来 然后他妹妹还阻拦他老婆 当然他老婆不依不饶 拿着这个弯刀 夸夸夸夸 四条金 条断 他就是说 你让你以后再也动不了了 你就没法再打我了 那你说这种暴力是怎么回事 有时候我就很难体会 就一个男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想到打一个女人 或打自己的孩子 比如说这种 你对他有那么大的爱情 有那么多深厚的感情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男女两者之间 经历了这个婚姻的联系 首先说到刚才这个事件 我自己在美国读书 历任了我有五个人美的 就是同屋 同屋根本就是 我们两个人只是来分摊 来这个租金 rent而已 最后总是以不欢而散 没有大打出手 是不欢而散 大家各自在去找新的论美的 更何况一对男女 经历过了婚姻 在生理肉体财产 子女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印证了一句成语 反目成仇 就是这种人 他们曾经是一家两口子 当他们 就是幻化成那种恶化的关系以后 他这个恨是无与伦比 但是不用暴力方法去解决吗 只能用暴力 他还有什么方式来发现 他就把这个东西在肉体上消灭掉你 这个 真的 我觉得你能想象一个男人打女人是什么心情吗 我从来没想过 我打过 你打过 对 就是一直忏悔到今天 干嘛 真的 怎么回事 我这辈子就打过一次女人 就是那个时候的女朋友踹过一脚 哎呀 这是我跟你讲 他有的 他怎么女人 你说清楚 他呀 你知道这个女人呢 是是非常好的 对吧 但是有 你知道 也不完全吗 不对 是非常好的 他有的时候啊 女人会来一种什么 他有时候会让男人呢 特别这个 缩了吧 上海话就缩了 就没办法 因为有人说过女人是感情动物 跟女人没有办法讲道理 你说有的时候 他实在不讲道理 而且这个局面就发生在这个 这个比如说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马上就要到来了 哎呀 我是脾气很平和的人呢 就是 这咋呼 忍无可忍 接着二千 就 哎 当然那一脚踹着衣服脚 我觉得就是当时我这女朋友还是 呃 功夫方面不错 一缩腑 我记得 没有真踹着他 但是确实是 你有良心的男人 就包括以后分手啊 包括以后 呃 到今天 我说起来啊 觉得 很累 腻吻 就是和腻吻 就是所以说这个事啊 绝对不能不能发生 但这个问题就是呃呃呃 我常想因为我听过好几个男人跟我说啊 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打那个女人呢 就是到了一个关口 什么关口 就他觉得这个女人太不讲道理了 但是你 他太不讲道理 然后你用暴力这个行动不就是 其实更不讲道理的一种 我根本就发泄 嗯 发泄 很多男人啊 把事还还还有他外边生活里啊 在这社会里处处不顺心 回家 我在老婆身上发泄 很重要的原因 呃 两年以后我一直说我做那个英道读白那个戏 那个戏的宗旨就叫反对针对妇女儿童的家庭暴力 口号就说我们斗争直到这个暴力停止 我们当时配合这个反家暴协会社科院的做一个图片的展览 做一个影像的展览 他有一个有一个照片被砍断了一条手臂 一条右臂女性的 就是说什么 这两位都是海归派夫妇两个人 都是在中关村的高级的大公司里边做高管 做高管两个分属不同的公司 但这个老婆呢 这个太太每天晚上回来就必须要在准时五点下 半五点半进厨房 拳几袖子围上围裙 给他丈夫做一顿可口的家常菜 结果那天呢 因为加了班多接了两个电话 他迟到了家六点多进屋 那个那个先生已经回来了 在那里抽着烟生闷气 看到他说 哎呀 你这个这这位太太可能长期受着巴布洛夫的那种 条件反正 感觉我犯了大错了 我今天要倒霉了 自己就直接冲进了厨房 说我赶紧给你做饭 你稍等稍等 结果这个丈夫二话不说 站起来冲进厨房 拿起了一把虎子 也就是虎子 我不知道他们家为什么有虎子 什么叫虎子 斧头 斧头啊 你管斧子叫虎子 音乐剧唱多了 斧头帮好不好 斧头帮成员 然后呢 斧头帮成员的这个老公冲进去 拿起了这个 斧子 一下就把他的右臂震着拿着锅要逃免 这右臂给砍下了 这就有病了 我觉得这都发展到是是是是 他没有教育程度吗 海龟 这其实我觉得跟教育还没有关系 我试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没有试过打任何一个女人啊 我只试过呢 呃 跟女人发完脾气之后出去打人 打男人 打男人 把对老婆的份 对对对 转移在其他人身上 那好几年前 我最后 我小时候是常打架的人 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男人都那种暴力的倾向 我特别在小的时候啊 就是出去混 你看脑袋打的都都不圆活 打的都不行了 就是要常打架 然后呢 我记得以前有一回呢 就是跟女朋友吵架 然后吵完之后呢 就跑到外头去 就一个人很生气 在外头逛 放的时候呢 有另一个小子 这个小伙子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就是那种看着看着像烂仔 那么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把他撞了一下 嗯 撞了一下之后 我回头喊着他 你干什么 然后他说我怎么样了 我怎么样了 然后他就喊着之后 然后我就不吭声 正好旁边有个垃圾桶嘛 我就过去 把他身边那个垃圾桶 他不知道我要干嘛 但我动作很快 垃圾桶整个拿起来 往他头上啪砸下去 然后跟着他躺在地上 我把他踹了几十脚吧 然后后来就 他的眼睛给我打爆了 还怎么样 然后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很后悔这事 那时候你还小 就是一直觉得 我这个暴力的这种倾向 是怎么来的呢 我怎么可能容许自己 有这种暴力的这种 感觉跟念头在这呢 看来是谁都有 本能吧 本能吧 看来是谁 看来是谁都有 但问题是管不管得住资格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他刚才说呀 有一个人在家做家务哈 你知道反倒让我想起 最近我在这个亲友那里啊 就感觉到的另一个问题 很有普遍性 就是什么呢 你瞪什么眼神 你就是说 今天是男打女还是女打男 不是打 我好想要下一个段 都是良民夫妻 都是好夫妻 但是啊 你们俩都是不要孩子的主 对吧 可是呢 广大人民还是要要孩子 谁不要孩子 我不排除这个 女性女权吗 没有没有 我等待金子库通知我 给我通知电话 行行 好 他没这问题 我就是说啊 你说现在很多这个两个 夫妻俩小职工 在新社会里就要面临一个问题 要不要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否则的话 你不要要小孩 你知道现在这种 叫双职工 有一个小孩 中午饭 是个特别大的问题 尤其是那父母身体不好 你也没法交给老人的 你把你这孩子放哪 因为你现在啊 你知道过去 在国营企业单位的时候 你好比我父母 那个时候啊 我记得是什么呢 两口子实际也有一个人 你就等于说 你要为孩子做牺牲 你就是那场里啊 表现不好的 迟到早退 全场都知道 带着孩子上班 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不讲效率 还行 现在啊 哪个单位 人家也不容许 有这种人 而且经常你在哪工作 你中午 本身就是你的工作 生活的一部分 你中午比如跟吃饭 那你这个孩子 怎么办 所以现在有这么一个趋势吗 就是以前的二战之后呢 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 传统的家庭是大家族家庭 对不对 一家三代 甚至四代同堂 但后来呢 这边的核心家庭了 就父母子女啊 但是现在的趋势是核心家庭也在解体了 什么叫解体 你看我们现在的历史啊 就是一个家庭的功能 不断的被抽出去的这么一个过程 以前呢 你生孩子是在家里头生的 你可能我们父母或者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 他都会说 哎 我就在这张床上生了 是吧 或者他老人家在那张床上死的 生死都在家里面完成 但现在生死都是在医院 然后以前吃饭都在家里面吃 现在吃饭 很多两夫妇都在外面上馆子吃 那家庭还剩什么呢 过去就说啊 还剩下 还要托儿育儿 但现在越来越 因为你说这种双职的家 父母双职的家庭啊 就有很多托儿院 很多国家是有制度性的托儿院 我说上小学 比如说 孩子上了学 都去那种全日的小学 都去什么 什么东西都分出去 你知道美国 我昨天在参考消息上看到 有一个研究 就是说呀 美国人是不是错了 就是过去太多的 把爱情精神需要 从美国六七十年代之后 进入一个保守的那么个时代 就是说家庭价值 说夫妻俩 这个爱情啊 什么的 这也是最高的 但是现在发现呢 这里边有很多问题 因为呢 人的不能把所有的东西 奶酪放在一个篮子里 你知道吗 就不能把人所有的感情需要 都寄托在一个夫妻关系之上 因为这样的话呀 很容易出危机 太沉重 也太沉重 老喝不了 所以现在美国这个文章 他又在说呢 人应该有多一些的 宣誓感情的渠道 比如说 同性之间交朋友 增加社交 等等 就是你 你得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啊 放在这个感情需求 精神需求啊 放在家庭之外 这样可以减少 你这个夫妻俩的这个压力 我觉得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男士 真的这么做的 把篮子里的奶酪分摊给了二奶三奶 对对对 我就觉得美国人有点 有点暗示 人格有点平衡 有点暗示 这种观点 不 我还是讲小孩了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因为这个问题 现在常常发生 你比如在中国很大部分地方啊 收入并不高 如果说因为这个孩子 他请一个保姆 那请一个保姆呢 一个月也得几百块钱 问题是他双职工 有的一个职工 一个月他才挣一千块钱 与其这样的话 他还不如不工作 有一个人在家 但现在也有另外一种趋势 北欧有一些国家呢 他的福特别强调福利制度 国家又有钱的话 他怎么做呢 就是他可以允许 比如说你双职家庭 生了个孩子 首先产假 我们这北欧很多国家 这个产假 是夫妻一起放的 就是因为老公要照顾老婆 要看着孩子出生 然后呢 还有一种叫养育假 养育年假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孩子生了之后 老婆或老公 随便一个人 可以跟公司拿一年的 有薪假期 在家去看孩子 然后跟着他们现在 慢慢形成一种规矩 就有时候这个夫妻啊 他们会轮流 就比如说啊 这孩子头三年妈妈待 再来三年爸爸待 是轮流的在家 因为现在他们很流行 这种全职爸爸 因为他们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孩子 专门交给母亲带呢 怕不平衡 专门给父亲带也不平衡 那么大家轮流带他 因为孩子跟父亲大的 这个出来的东西 又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制度挺好 您说的是哪个国家来的 好像是瑞典 还是产兰 我准备上那养老 你对这话题怎么看的影子 你就是觉得像现在 像你面前美国很多 这个女的生了孩子 就不工作了 就就回家做母亲 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也有父亲 因为我的同志是孽人 父亲也可以 对 他的先生在家里带 然后他一边的带着他 一边的还是 这个父亲还是去进修一些 幼儿的儿童的培训的课程 非常认真 把他作为一个职业来经营 我在香港 我就有个朋友 他是个作家 那么他既然是个作家 他就真的是坐在家里头 这孩子就是他带 然后每天呢 他一开始还有点别扭 他一开始每天早上 你比如说这孩子上幼儿园 送到幼儿园 整个学校门口都是妈妈 对不对 就他一个男的 来了 带着 然后这帮人家那些妈妈 对他个个都很有兴趣 你是作家 一天到晚就拉 这就很难得 那么他跟我说 后来在那个 他感觉也很舒服 就是你比如说学校家长会 一般都是妈妈 就只有他是一个是爸爸 那么然后呢 这个讨论的东西 他据他说 听一些别的妈妈讲 就跟平常纯妈妈的组合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 而且现在挺有意思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 两口子之间 其实商量 反倒是男女 没什么男尊女卑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两口子商量 其实就是看谁有前途 那琢磨着 比如说可能是老婆 老婆在单位里不错 当了副科长了 领导也很重视 那行 那我就做牺牲 就是说 你知道现在有些双职工 他就就是我刚才说 他面临一个矛盾 就是说 必须有一个人 为了孩子是在单位里 选择表现不好 他就是说没有办法 表现平庸 比如说谁去接孩子 对吧 他往往就两口子 是有个一看 反正你的单位 也没什么戏了 对吧 你就这么混 但反过来呢 应该还要提倡 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什么呢 做家务 它也是一种工作 没错 就过去我们这种二分法 就家务跟劳动 这个二分法 我们就认为 劳动是工作 工作的价值 总是高于家务 因为你做家务 是挣不了钱的 但是这个劳动是挣钱的 所以这个是重要一点的 所以很多男人就觉得 他自己在家里面的地位高 因为钱都是从我那来的 这是错的一个想法 因为现在的 有一些经济学家就计算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家务啊 比如说家务是有经济价值 怎么算呢 很简单 你如果不做家务 你请人来做 你去算算看 我们如果把所有的这种家务 都计算进去的话 整个世界的各个国家的GDP是要大很多的 对 所以说应该这么多 这几个是有价值 而且家政所衍生出来的 他的市场的这一块的这个效益 比如说你知道 我们被前面就被抓进去 叫Masa Stewart 这美国的家政女王 她在美国所有家庭妇女 就干家务的那帮大妈大婶当中的影响力 能够每年产值是五六个亿啊 就是因为她说这洗洁精 咱们去用 她说那扫把好用 咱们去买 就这一种 那她怎么进了监狱了 她公司里面的 共同基金做了假账 女王 女王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 就说孩子的问题 咱们原来骂人呢 就说你们家段子绝孙呢 我觉得这个时代 就是一个段子绝孙的时代 对 而且就 这句话骂人不管用 骂人不管用 因为我这是什么伦敦皇家经济什么什么学院 我那边看见一个学者讲一句话 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 就是说不要孩子是一个正常的选择 说是咱们到来这么一个时代 在这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时代 文涛老师 那个文涛哥说你不要孩子 你为什么不要孩子 对 我跟我交流一下 我跟你讲 他跟我讲的话 基本上跟周总理讲的话差不多 说我不要孩子 周总理跟你讲过话 周总理在报纸上讲过呀 说那个什么 他说我不要孩子 全世界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因为我过去常有这个想法 就我看到我很多 我其实很喜欢小孩 我看我很多朋友都生小孩 那么于是我就想 这些小孩将来会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其实很多人现在不要孩子 就是考虑这个 就怕自己孩子生在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时代 是 所以你知道生孩子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用问了 我觉得现在变成越来越常见趋势是什么 就一个人要生小孩 反过来是别人问他 你为什么要生小孩 对 你觉不觉是现在是反过来 但是我跟你讲 没人问我 这个事想生了 就没法要孩子了 很多人都跟我说过 你比如像我这么慎重的人 我强调没有金刚钻 本来那瓷器活 所以说你要我生个孩子 然后我这个家庭够不够养他 我的钱够不够养他 他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你把什么都想到了 我能不能承受得起 你就不敢生了 对 很多人就是说 他是懵的 是个接受偶然的一个 你说这个世界的问题真是之多 我跟两位老师说一个事 我刚才说我这个金子护照 我去报上名了 你真的要 正好我这一表格 我要求很高 至今就没有合适人选 类似姚明的身高等等 估计这个人地球不存在 你开玩笑还是真的 真的呀 为什么 就有这样的机构啊 你想做一个单亲妈妈是吗 我起码想看一看 他们最后给我挑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可以拒绝这个 执行这个手术 但是我愿意看一下 但你知道这个捐金子吗 大部分很多捐金子的素质就不是怎样 死刑犯 对 这什么样的人都有 但你不会想到张朝阳会 我一天 我也去捐个金 不会吧 对不对 影子目前现在寻找金子的阶段 是吧 有兴趣 很好奇 我见过那房子里挺有意思 说他挂那个色情画 对 对 你应该可以要求我说看看